大家好,我是玛丽 我今天继续回归到之前的《战斗命令二战》这个游戏的解说当中来 继续来为各位解说美军太平洋战役的下一关卡 这个马首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突袭战役 好,咱们之前成功解说了由CNOTK和KA做的《武装突袭三》的三章内容 我们成功的解说完毕了 那么我将会在就像我之前在7月初所答应各位的一样 就会继续来解说《战斗命令二战》的美军太平洋战役这一个环节 好,咱们继续往下面走 好,咱们先这个读取一下游戏 我重新选择一下这个脚本 好的 稍等一下 我之前保存的存档我看一下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地方 我之前这一关应该是完了一半 然后我先准备重新开始吧 好,重新开始咱们 重新开始这一关 好,我先跟各位说一下这个 各位可能不太熟悉啊 这个什么叫马首尔群 马首尔和吉尔伯特群岛突袭战呢 那么这个突袭战呢 呃,可以说是呃,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呢 是二战中美军太平洋战场的第一次反击作战 我们经常说这个讲到这一次突袭战呢 可能每每个人每个人对这个二战历史 可能呃,特别是太平洋战争史了解的人 可能都会经常会忽略这个这个战役 因为这场战役所带来的战术和战略的这个这个 这个所谓的结果 并不是说有那么大的这种这种空前的意义 那么我们,我们,我们当中作为老百姓呢 可能说是第一次,呃,总典历史的人 可能知道是第一次这个太平洋战争 美军进行这个有规模的反击呢 是在1942年这个中,就是中途岛海战之前的这个 这个杜利,杜利德空袭或者叫杜利特空袭 这次空袭呢是这个美军将这个自己的 16架B-25中型轰炸机放上航母 然后飞到日本门土 在东京这个周围的工厂啊 区域呢这个这个进行了一次这个轰炸 那么轰炸之后呢 这个B-25因为这个航程的影响啊 因为这个它是第一次做这个舰载这个轰炸机 那么考虑到这个这个要这个在航空母艇上起飞呢 就是说是整个的机体的这个重量得了减轻 然后把一些机枪拆掉 油料呢也就不够了 所以说呢他们没有没有完全的返回航空母舰降落 而是到中国这边进行迫降啊 那么是这么一次行动 那么这这么一次行动呢可以说是在这个美军太平洋战争的历史上呢 就是其实是一次政治目的大于军事目的一次行动 它主要是来震慑这个这个日本的帝国海军啊 就是说你别觉得我太平洋战队在珍珠港遭受那么大 遭受那么大的攻击之后我就不存在了 我也是要刷我的存在感 我就是说我能告诉你 我有能力对你的日本本土进行这种攻击 这是一种震慑对日本来说是一种震慑 那么之后呢对美军的事情来说呢也是一次这个有一个提高的作用 那么当然在宣传上面这还是很不错的一种手段 但是其实如果按照一个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 其实第一次美军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反击作战 是在1942年2月1日进行的这个特别是南洋群岛的这个马少尔群岛和吉尔伯德群岛的这个反击战 这次反击战呢是1942年2月1日进行 然后大概是由这个美国的两艘航空母舰参加 然后分别他们的指挥官是 威廉·赫尔西、威廉·赫尔西和这个弗莱扯 然后日本这边的指挥官呢是警商城美和后层荣次 这个警商城美呢它是 它是这个当时是管这个南洋群岛、马少尔群岛啊 马里亚纳群岛这些群岛的一个就是驻军的指挥官啊 后台荣次呢是专门来指挥这个当地的日军日本的这个飞机空军部队 然后海尔赛和弗莱扯呢分别是带了两艘航母 一艘是这个优克正号航母 还有一艘是这个企业号航母 应该来说是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这两艘航母 应该来说是在1942年的中旬之前 都是起了这个就是这个主任作用的一个航母啊 这两艘航母分别带领了第17特空舰队 Task Force 17和第8特空舰队 然后呢一共133架飞机 然后对这个群岛周边的一些岛屿啊 包括这个日军的油料槽 然后补给设施机场和一些港口 还有些舰艇实施了一次这个这个可以说是舰载机的空对地的一次轰炸任务 和这个海军的火炮的一次火力支持任务啊 这次任务不大 所以说呢在历史上可能不太有名 但是呢既然在游戏里面收录了啊 那我还是就来讲一讲 好 这是大概的一个啊 这个 这个战役的一些大概的概述 咱们来看一下具体内容 好 我先读一下这边的英文啊 先生们现在是夺取战争主力权的时候到了啊 今天我们将会对马少尔和基尔波尔的群岛的日本人发动一次突袭 就是说我们的航母战斗群已经准备攻击敌人的机场和一些海军设施 由于敌人不知道我们的存在 所以说我们有突袭的这个优势 好 Destroy as many aircraft, fuel depots and enemy shipping as possible Success will determine the long-term ability of the Japanese to maintain operations far from the homeland 尽可能的摧毁敌方的这个飞机然后油料库以及更多的海军单位 这次任务的成功呢将会这个影响到日军在他们远离本土的岛屿的整体的这个 对战部署情况 A small surface fleet will also take part in the raids to engage enemy ships and bombard their infrastructure from the coastline 有一个小型的水面舰艇组成的一个突击这个突击队 将会率先对敌方的这个在岸上的岸基设施啊 这是一次海军的炮火射击 好 I will command the main fleet from the rear, protecting our carriers from enemy counter-tags move swiftly and aggressively and ensure the Japanese were not out of the game yet 好的 这位我不知道是这个flashner还是哈尔西应该是哈尔西啊 他会呢这个控制有军单位 对为我们的航母战斗群啊 进行这个后这个电后的任务 然后呢我们必须呃这个行动迅速啊 这个入侵的这个这个攻击的势头要大啊 并且告诉日本人我们也在该地区是存在的 好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咱们正式开始 正式开始之前咱们先部署一下 咱们的这个这两个编队该怎么用啊 好先来看一下咱们的任务目标 呃这个这个占一分25回 那么25回呢我就分三次来说啊 咱们今天是说阶段一的任务啊 好咱们的主要目标是在于什么呢 是不要损失任何航母 哎就是说企业号和这个约克城号啊 约克城号都不能够损失 然后咱们的次要目标是摧毁所有的 可见的这个日军的飞机 摧毁所有的日军舰船 摧毁所有的油料库 然后保证自己的航母不受到任何打击 好这个就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次要目标 好咱们来这个好的 我知道了咱们来部署一下 首先呢我还是按照这个历史来考虑啊 历史来考虑的话 这里头应该有两艘航母 一艘是约克城 一会正好一个艘是企业号 那么这个企业号呢 企业号是由这个 呃是由那个呃哈尔西指挥的哈尔西指挥的 那它主要是这个袭击了这个位于岛屿北部的一些这个群岛北部的一些区域啊 咱们来看一下地图先啊 呃这里头咱们先认一下这个是夸甲林环礁 夸甲林环礁啊 就是夸甲岛屿吧 应该来说这个比如说马利亚洛普环礁 咱们之前在这个破坏连队太平洋战里面讲过这个 啊在这个破坏连队太平洋战里面讲过 当时美军是在攻击马利亚洛普环礁的时候 还袭击了一个叫做Taroa的机场 那么在这个游戏里面就省去了啊 就省去了 没有关系啊 好那么史实是这么来的 就是说有两艘航母组成了两个航母战斗群 分别是袭击了北边的岛屿 比如说是沃杰 马利亚洛普和这个夸甲林环礁 是由这个北面的这个约克镇 啊不不 是这个由北面的齐亚号啊 齐亚号航母啊 由这个哈尔西指挥的啊 进行袭击的啊 那么南边的这个米利环礁 然后这个马金群岛 马金岛和这个布塔利塔尼岛呢 是由这个啊 弗莱特指挥的这个约克镇号航母战斗群 啊进行袭击的 所以说呢我们还是按照这个历史的 这么一个史实来进行一个配置 好 咱们看到这是咱们的企业号航母啊 咱有三架飞机 这是两艘F4F4野猫战斗机 和一艘SBD2无畏者号这个辅助轰炸机 这是一个比较主流的配置在当时 好咱们来先选择一下咱们 咱们该怎么来用咱们的航母战斗群啊 首先咱们要买一个航母 哎 按照史实来的话 也就是说这个carrier 约克镇号啊必须买 并且部署在南侧 嗯这个地方 好的 然后呢 咱们得想啊一个航母战斗群要由什么来组成 比如说这个驱逐舰啊 驱逐舰进行这个反潜的任务啊和侦察任务 那么这个巡洋舰就是这个火力掩护任务啊主力的舰艇 然后这个支援舰啊 这个所谓的support ship 是对这个航母进行修复和扫离作业的啊 这是也是需要的 所以说一个航母战斗群里面呢 起码你作为 呃 目前呢是我暂时是不想配潜艇啊 不想配潜艇 因为潜艇的这个航速的太慢了啊 我就我觉得跟不上这个航母战斗群 所以说我就暂时先不配潜艇 按道理的话这些都必须要有的啊 那所以说咱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支援舰 这是一个航母 然后这里头 能我能控制的单位就已经没有了啊 所以说呢 两个航母战斗群都得配齐啊 都得配齐 这里面有一个 哎这里可以升级啊我看一下 啊我升个级吧 哎好的 好 这里头啊有一个驱逐舰 有一个重巡 然后有一个航母 那么我看一下 我这里的配置一共 还有15个海军单位可以使用 咱们看一下 这里头 我 部署过来吧 把这个驱逐舰部署过来 好的 然后呢 这里头还缺 呃 我还得我还得缺这个支援舰啊 哎等一下啊 呃 按道理的话应该配支援舰的 但是其实如果我们按照这个任务来设计的话 如果我们按照游戏来设计的话 它告诉我们航母不能有任何损失 对吧 所以说其实这个支援舰啊 在游戏里头是不需要的啊 我们都知道这个史实里面支援舰是一定需要的啊 这个航母战斗群不能没有奶妈 对吧 一个孩子不能没有娘对吧 然后呢 所以说呢我在游戏里面呢 就尽可能的往虚拟世界这方面靠一下啊 就所以说就我暂时不配支援舰了 因为我得保证自己这个航母不会受到损失 但前提就在于我火力强大对吧 所以说这个支援舰我就暂时不配了 还跟各位说明一下 直接配这个 直接配 这个重巡啊 CA重巡 嗯 它俩的这个基本上差不多 咱们就买这个吧 啊 好 我在这里头要配一个重巡啊 支援舰我能不能卖掉呢 嗯 我看一下能不能卖掉 support ship 啊 不能卖 不能卖啊 那就咱们先保留吧 咱们尽可能的保留一艘支援舰在这个北方的约 北方的这个企业航母 战斗群里面服役吧啊 好 然后呢咱们得继续配一些单位啊 这里有两艘驱逐舰了 咱们继续配 Destroyer 好咱们配这个 哎 他告诉我这里有一个 这里仍然有一艘这个驱逐舰可以复活是吗 好的咱们来看一下啊 咱们就配在这儿 配在这儿啊 好的 然后还有五个单位可以使用 呃我们看一下啊 该怎么分配这个单位 五个单位可以使用的话 咱们需不需要配潜艇呢 加脱级潜艇 他又是走太慢了 嗯 这样子吧 我觉得我还是配一艘驱逐舰加一快艇吧 哎 对这样比较好 哎怎么又有一个可复原的单位呢 嗯 哎不太清楚什么情况啊 啊 那我就配北方舰队啊 北方 好的 这边有两艘驱逐舰 一艘重巡 一艘支援舰 和一艘航母组成一个航母战斗群 组成企业号 航母战斗群啊 也就是这个 第八特魂舰队对吧 这边呢咱再配快艇啊 南方的这个比较轻型的特魂舰队啊 好 哎 好 配在这儿 现在呢 我暂时不配更多的飞机啊 因为咱们有15架飞机可以配的话 咱们就可以等航母到一定位置之后再配 这样会更好 这样会更好啊 这个P40战斗群呢 是不能作为舰载机而起飞的 所以说呢 同时期的飞机呢 只能用这个FCF野猫 同时期是FCF野猫 对这个P40来说的话 好 在火力相当的情况下都是6停 12.7毫米的M2动机枪的情况下 其实它的狗动能力啊要强于P40啊 所以说我还是配野猫会比较好啊 配野猫比较好 咱们先看一下 咱们可以先配一架 配一架啊 配一架在 配一架在这个航母附近 啊 这个进入航母吧 对 进入航母啊 进入航母 好 暂时是这样 暂时是这样 没问题 好的 好 咱们准备出发了 开始第一步 好 咱们先走 首先 咱们就是 两个航母战斗群之间呢 要保持距离啊 咱们先看一下地图 这边怎么走 敏利皇家就在咱们的前面 然后呢 这边有马金皇家和布塔利塔利皇家 呃 我们得保证啊 这个 航母战斗群啊 这个 不能够离得太远 所以说呢 两方呢 应该是一个 互相接应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我觉得是什么呢 这个 南方的航母战斗群啊 南方的 以这个约克正号 航母战斗群为主的这个部队呢 将会从敏利皇家的南方出发 贴着敏利皇家走 然后用舰载机呢 勾到这个地方啊 进行一次这个空中轰炸作业啊 然后呢 北方的航母战斗群呢 由企业号航母战斗群为主 那么将会从这个 马利亚洛普环郊的南部啊 进行这样一个穿越 最终呢 将会对这个快特林环郊啊 进行一次这个会合 这边过来啊 这边过来进行一个会合 这样会比较合适 这样会比较合适啊 千万别是一个航母战斗群在北方 一个航母战斗群分到南方 然后双方之间隔了一堆日本基地 那是不行的啊 中间没有一个照应啊 那是不行的 好 咱们就先走了啊 首先 咱们派这个驱逐舰 往前前进 航母走中间 支援舰 开始垫个后 重行走在北边啊 走在 这个位置 好 对形拉开 OK 这边的话 咱们也要往南机动啊 往南机动 驱逐舰往南 快艇呢 往前 好的 这一步就就这样走完了 咱们先飞机都不用着急起 都不着急起啊 好 下一步 这也就走完了 真不敢相信 好吧 咱们继续走 这个 咱们先等一等北方的战斗军 咱们先等一等北方的这个 企业号航母战斗群的这个机动吧 不要走太快 好继续往前走 保持这个速度 到这儿 航母到这儿 支援键跟上 好的 驾驶不错 然后这边呢 咱们要往南进行机动 所以说呢 快艇得包过来 得包过来 这边的拉开一点 OK 拉开一点 好 大概是这么一个阵型 好的 咱们这边走完了 这边走完了 我觉得呢 这边的飞机可以先起来了 好先起飞 美军继续跟上 好 日本人也走完了 咱们先走完这几步 先说一下这几个地方啊 这个布塔利塔利 环礁 马金环礁 还有这个米利环礁 等这些环礁啊 其实是当地的日军是非常少的 当地的日军非常少 在部署在这边的飞机呢 一共日军飞机只有50架 美军的飞机呢 大概是133架左右 然后呢 日军在这个地方的驻军呢 其实是非常的薄弱的 非常薄弱的 没有什么大量的 大量的这个主力的这个空军部队 经常是一些 比如说有这个反潜 或者说是轻型的这个 对舰攻击任务的一些飞机 比如说什么 这个林冠啊 这个二十水战 或者这类的水上飞机啊 这类的 所以说呢 这个空军力呢 当地是比较薄弱的 加之这个南洋群岛 马里亚纳群岛 还有这个 这个吉尔伯特群岛 马绍尔群岛的这个部队呢 这个是由井上成美来指挥 那么这个人物呢 我将会在阶段二里面做个介绍 做一个介绍 这个部队呢 其实是 它是作为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比较弱的一个部队存在的啊 它的主力部队呢 当时都去进攻了什么 比如说菲律宾啊 这个金日部队都去进攻菲律宾啊 然后去进攻这个 这个核蜀东印度群岛去了啊 所以说呢 这个 这个 等于说是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啊 所以美军就趁虚而入 进行了一次这个反击作战 反击作战啊 那么确实日本人当时是没有意识到 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国防圈啊 外围防御圈的这个驻军 呃 到底该怎么安排 这个湖江机场之间啊 该怎么激动 他们没有意识到 没有意识到 这个你这个防御之间 如果这个不能够相互照应的话 那其实就是等于就是开了一口的 开了一口的之后呢 就等于是没有防御去干你 对吧 因为傻子都不会去正面进攻的啊 好 咱们先说完了这个日本的大概的一个驻军的一个设施之后呢 咱们继续前进 好这边飞机我主要是进行侦查作业啊 咱们先飞过去看一下这边什么情况 好这边有一个机场 机场里面有飞机 然后呢米利环礁附近有一艘敌人的支援舰 有一艘炮艇 好了 我们知道了大概的情况之后呢 咱们就要向南调动 向南调动 咱们看一下咱们的重型巡航舰能不能打到对方 好暂时还打不到 没事 暂时还打不到的话 咱们就继续激动啊 咱们就继续激动 不着急 不着急啊 哦 这里有一暗炮 这个得必须先摧毁 他咱们的航母在敌方的暗炮的这个 射程之内 所以说咱们得调开 调开之后用 这个先打 咱们的重型得派过来 咱们的重型得派到什么地方 打比较好 这个地方吧 打 这边驱逐舰还够不到 够不到没事啊 咱们就先在这个地方继续前进 嗯 好的 这里有个暗炮要必须先行解决 好的 这边都走完了 有军驱逐舰进行这个反潜的这个声骂探测啊 目前是没有日军潜艇 呃我也是挺怕潜艇的啊 好 咱们看一下日军也没有走 呃 咱们先先发制人 先把这个暗炮先解决啊 先解决 嗯 它的范围在这儿 咱们的航母可以继续往南走 然后呢 哎 这个位置都能够打到 都能够抓不到 这个的话一炮还干不掉敌人 一炮干不掉敌人用这个来打 好 这个暗机的火炮被摧毁了之后呢 继续打敌人的这个支援舰 好 鱼雷快艇呢 往前走 准备发射鱼雷 飞机呢 先不管它 先不管它 咱们继续往南边侦察 啊往南边侦察 走 确保这边没有敌方的飞机起降啊 现在我可以在这边继续这个 这个买一艘买下飞机了 好的 我还是买这个战斗机为主吧 买战斗机为主的话 呃 起码对敌人也是一种防空啊 这个 其实这个 CAP啊 这个CAP 这个Combat Air Patrol 这个战时的空中巡逻是很必要的 是很必要的 好 咱们就部署在这儿 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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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机场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威胁 同时这边也能够照顾到 万一这边有敌人的机场起飞 咱们能够及时应对 对吧 好 咱们这边这个走完了之后呢 看一下这个 还有这个驱逐舰还没走 那继续往南走 好没事 然后咱们看一下北方舰队 北方舰队正在接近这个马利亚洛普环郊 然后咱们还是保持这样的一个节奏 好 有一个突发事件 啊 Japanese supply ship supported ahead of a position Do not let them get away 发现有一个日军的补给船队正在前方逃窜 我们必须将他们先行击毁 好的 这是一个事件 哎呦 这个位置打得不错啊 好 咱们先打哪一个呢 打这个 嗯 进行这个机动 到这个位置 好的 开火 好到这个位置 这样的话 等一下我看一下 到这个位置 这样的话 一炮就可以把这个补给船先打沉 好的 打沉之后呢 这个航母跟进 然后补给船跟进 跟进的同时呢 咱们要准备起降飞机了 呃 如果这个船逃得快的话就很麻烦 那么咱们还是先把这个 俯冲轰炸机亮出来 及时做一个追击 对吧 好嘞 这边完成了之后呢 没有路要走了 好 咱们等待 好 好 地方的舰船逃得很快啊 好 Wake up call 好的 The element of surprise must have worn off by now Japanese aircraft are expected to scramble for the defense of the bases or even launch countertags 好的 就是说 这个之前我们的所谓的突袭优势已经没有了啊 已经 日本人完全已经就是从这个警报当中这个苏醒过来啊 这个 一天 忙碌的一天即将开始啊 日本人的飞机将会起飞 对我军的航母战斗群构成威胁 所以说此时 咱们的飞机就应该马上出来了啊 进行这个保卫任务 好 目前咱们继续做一个侦察 这几个地点可能都会有敌人的防空炮啊 所以我先远离他激动一下 看一下 这里有一艘补给舰 这里有一个疑似的舰船 不知道是什么 没有关系 好 大致是这样 咱们就继续往这边侦察 OK 火炮退回之后 咱们就要把这边的这个机场 先干机场 因为舰的话 有这个 咱们的主机部队挡着 没有关系 先把机场打掉 防止敌人的飞机起飞 所以先到这儿 打机场 打机场 OK 咱们的快艇呢到这儿 还发生鱼雷 看一下到哪个位置来攻击比较合适 嗯 这个位置 打机场 OK 航母呢 可以继续挽留在后面 由这个驱逐舰做一个守卫 好 暂时先这样 这架飞机就先这样 OK 北边 北边咱们要 让这个飞机先先先行啊 起飞飞机 对吧 然后呢这边飞机往前跟 往前追 好 好敌人健常人在这儿 好敌人健常人在这儿 追 追 开火 到这儿 到这儿比较合适 打 航母跟 支援舰跟 好的 问题现在是 问题是不大 问题是不大 咱们继续打 OK 好 敌人的炮舰和支援舰 正在对我方的鱼雷艇 进行一个打击 不过没有关系啊 不要着急 敌方的飞机起飞了 嗯哼 敌方的飞机起飞了 咱们要进行一个拦截准备啊 OK 这边的话就继续做侦查 好 这有一个CL 敌方的这个轻型巡洋舰 好 我这边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个当时的 这个战况是这样啊 马绍尔及基尔伯德群岛突袭站呢 日方的最高东位一个舰 是这个 一艘轻型巡洋舰 轻型巡洋舰 香取号 这个香取号的这个英文名 是叫这个 Cartori 香取号这个舰呢 是一艘轻型巡洋舰 然后 我介绍一下大家 它的这个 历史吧 这个舰 38年 这个 服役 下水 然后39年 进入到战争 这个 然后从1940年啊 包括 这个到1944年 这个都是在活跃在这个太平洋地区啊 活跃在太平洋地区 然后呢 这个42年的时候呢 这一艘舰呢 是在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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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群岛附近的这个活动 那么同时这艘舰呢 它是这个有四门的这个 140毫米的舰炮 两个127毫米的舰炮 然后 当然这是然后后来后续的话 会这个这个舰被更新了之后呢 就是装有更多的这个反潜设备 和一些这个防空设备 因为我们知道 日本人的这个 二战的舰船 它的防空比较弱 比较弱啊 然后的话 就是这艘舰呢 应该来说是 在1942年的初 初的时候呢 21号的时候呢 是被当时的这个 企业号啊 企业号 还不是这个南方的军队啊 是被这个企业号起飞的这个SBD SBD无畏者是辅中炸击 和这个TBD 这个蹂躏者是辅中炸击 进行攻击啊 等于说是击伤了 击伤了之后呢 没有被击沉 他后来逃到另外一个港口 并且炸修了之后呢 重新返回了这个战役啊 并且这个还参与到的这个 之前工就是 之前这个1942年的时候 还参与到了这个 进攻悉尼港口的任务当中 那么 是1944年的时候啊 44年的时候 这个被这个击毁 被这个美军击沉 这艘舰呢可以说是在 这艘舰呢可以说是 呃 并不是那么的有名啊 并不是那么的有名 但是是在这场战役当中 这个群岛的战役当中 是最高冬位的舰了啊 呃 你们可以看一下他看一下 这个他的图片啊 这个这个图片呢 是他一个这个 这个威脊表格上找来的啊 这个最明显的一个图片 然后呢 下面一张这张下面一张图片呢 这个是1944年 被这个击中了之后的 这个着火的图片啊 这两艘都是这个 日军的轻型巡洋舰 相取号的一个真实图片 好 那么这个舰呢 咱们要首先摧毁 咱们要首先摧毁 啊 但是首先啊 咱们还是来 攻击敌人的这个飞机 哦 这是一艘 这是一架 G4M1 海马蹄 水平轰炸机 先攻击 防止它对咱们的航母形成威胁 所以说咱们的航母得逃 哎 往南边激动一下 然后驱逐舰过去守卫 好的 咱们继续把这个米粒的岛给拿下 快艇是不能继续进行攻击了啊 不能继续进行攻击了 所以说咱们得分配一下来打什么 首先肯定是要打成这个支援舰 然后再要打成这个炮艇 对吧 怎么打会比较合适啊 绕到这边去来攻击这个 好到此位置打沉 快艇呢 可以做 可以稍微撤一下 然后进行一次攻击 不知道能不能打成 好的 成了不错 那么基本上这个位置呢 就是这个米粒群 米粒岛呢 米粒这个环郊呢 基本上对咱们的南方的 约克正号航母战斗群 是不形成任何的威胁了 好 这么一个防空单位呢 咱们就不用去理会它 不用去理会它啊 这不是咱们的目标 好 南边的战士还不错 咱们就可以把重心来到 南方来攻打这些 重要的设施啊 和这个舰船 北方咱们要继续追 同时呢 对敌方的这个 空中啊 部队要进行这个 侦察 他们有什么飞机 飞到什么位置来进行侦察 同时这边也要继续追 可以 好 击沉不错 可以稍往南边激动一下 啊 航母跟上 支援舰跟上 这个往这边侦察吧 没东西 好 走完这一步 继续 这根防空炮对咱们的舰载机还是有一定的 威胁的 好 我们看到敌方的这个轻型这个巡洋舰正在移动 轰炸机正在向我方吸来 准备攻打咱们的航母 所以说呢 首先第一个是截 枪动机来截这个飞机 把它截住 击落 好 击落 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得对这一地区要进行一个侦察 敌人的轻型巡洋舰在什么位置 对吧 好 在这儿我们发现了 发现了之后呢 咱们就进行这个应付一下 咱们怎么应付啊 首先这个还是往这边赶 驱逐舰往这边赶 但是航母呢把它放到中间去 然后快艇呢继续往前移 然后呢整个正位还是要注意一下啊 不要太着急 中心巡洋舰往回拉 往回拉 然后驱逐舰顶上 OK 现在你要打航母 你就得穿过我的这个 小型防御圈 对吧 好的 这是这么一个部署 这边就不用管了啊 米利群岛咱们就相当于是完成了战术任务 咱们来关心这个地方的战事 首先进行侦察 有一个敌方油料库在这个地方被发现了 OK 咱们得注意啊 这里有两个机场 所以说咱们的这个空中掩护啊 要特别小心啊 飞机做侦察任务呢 不要那么频繁 还是要和航母保持一定距离 咱们可以来轰敌方的油料库 但是咱们不着急 咱们不着急 这个事可以把敌人的单位打 击毙了这个机油击毁了之后再说啊 这个咱们不着急 咱们主要是要打机场 让敌人的陆迹航空兵没法起飞 然后呢 保护咱们的航母 同时呢 对敌人的舰船进行一次攻击啊 好 继续往前走 咱们飞机呢 就到这个位置 航母呢 到达中间这个位置 OK 支援舰跟上 这架辅助轰炸机呢 无法进行这个 这个捷机任务 咱们就 这样飞过去一下 这样飞过去看看这边的敌军部署什么情况 好 这只有一个机库 只有一个机库 可能有一些防空炮 然后呢 没有没有暗机火炮 OK 这边的这个压力还稍微轻松一些 但就是得在地方飞机起飞之前 把这个机库给它解决了最好 OK 第七回走完了 咱们走这次这次任务的最后一回 哎呀 第一方飞机起飞了 不如 如我所料还是起飞了 OK 目前呢 咱们得这么走 首先 咱们先从北方操作 把航母先往回拉一下 往南边拉一下 往 往南边拉 支援键往这边拉 OK 远离 对吧 远离之后呢 这个 浮中让机座到这边来进行这个侦查 这边有一个防空炮 有一个机库 OK 知道了 首先咱们得截 首先咱们得截 对吧 截 截 好的 但是咱们的 看一下 咱们的巡洋舰暂时回撤 开启防空模式 OK 然后 驱逐舰 驱逐舰往前走 这边往这边侦查 这边岛上有什么东西吗 会不会有按键这个按机的火炮啊 目前是没有看到 但是有可能啊 所以说还是得小心 好 驱逐舰到这儿了之后呢 可以打油料库了 OK 反正没事早逝嘛 对吧 好嘞 北方大概是这么样的一个 态势 咱们看南方怎么打 南方 咱们首先得把这艘轻巡干掉 因为得让它远离咱们的航母 对吧 所以说咱们的戈雷舰艇得跟上了 鱼雷艇呢 无法形成这个 无法发射鱼雷啊 正在 重新整装 所以说咱们还是得 让咱们的箭靠上去 走 走 鱼雷能 鱼雷打不到它 鱼雷打不到它 没关系 打不到的话 咱们就 把它挡在这边 看一下啊 挡在这儿 攻击 鱼雷艇 鱼雷艇可以做回撤 好这边战斗机是可以做空中掩护的 但是我们得看一下这边有没有飞机起飞 如果没有的话 可以进行这个空对地的一次扫射打击啊 来 这个压制敌方的这个舰上的海员啊 降低他们的进攻效率 OK 航母呢 继续往回撤一点 好 这一步走完了 那么这步走完之后 咱们等待一下 AI走完之后呢 咱们就结束今天的这个解说内容 AI在这边的海军舰艇一直在看咱们的后方 一直没有任何的行动 哎 哎呀 我忘记了一个细节 注意啊 这个日本的巡洋舰啊 特别是新型巡洋舰 他们是配备鱼雷管的 这个在二代的时候特别少见啊 这个美军是没有配备的 是日军的巡洋舰是配备鱼雷管的 所以说它是一个 怎么说呢 它是一个机动性很高 它的机动性不是说在于这个 行径有多快多灵活 而是说它的这个战略的任务啊 可以很丰富 可以是对这个敌方的驱逐舰 进行这个火力压制 可以对这个 这个岸上的人员 进行这个火力投送啊 这些东西也可以呢 进行反舰任务 而且它反舰呢 可以用那个跑炮来反 也可以用鱼雷来反 甚至鱼雷如果能够 接近战略舰的话 可能对战略舰可是 可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而且它的这个巡洋舰的 装甲呢还是能够 虽然说后期基本上是扛不住了啊 但是这种配置还是 还是挺灵活的 就好像咱们的这个多用途 重型战斗机 像比如歼16这样子 诶 我既可以进行这个空中防卫任务 截击任务啊 这个 这个空中优势任务 也可以进行对地攻击任务啊 也可以进行这个反舰攻击任务 对吧 很灵活很灵活啊 这样这种配置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而且如果你 呃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你各个 这个每个单位的这个角色 安排的太细的话 其实是会导致 在这个执行任务的时候 在战场发生变化的时候 这个 互相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单单位的改变啊 效率的这个实行啊 安排啊 会比较累 而且会耗费更多的一些资金去 维护这些设备和这个单位 所以我觉得这种配置还是值得 还是还是可取的啊 这是一个战略思维 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然后呢 咱们今天这个 章节里面主要是说了这个 马赵尔群岛和这个吉尔波特群岛 这个这次突袭的一个 呃 所谓的历史背景啊 和一个战略的一个概述 然后同时大概 也简要的介绍了一下这个呃 双方的这个这个指挥官啊 这个什么部队参与这场战斗 然后双方的这个装备的一个对比 然后双方的一个呃 等于说是呃 呃 这个大致的一个介绍 然后呢 同时也介绍了一个大致的介绍了一下这个相取号的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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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日军这个都位最高的一个舰艇的一个小的历史 小的历史 好 咱们今天就暂时先说到这儿 欢迎各位的收看啊 如果马力说的不好的地方 欢迎各位指出啊 你们在评论区里面各自会发表评论 OK 没有问题 那么咱们以后再会 谢谢各位观看我的视频 如果你们喜欢马力的解说 欢迎各位关注我订阅我的号 或者你们可以给我投硬币 在b站上面给我充电 或者参与我下方链接中的众筹视频项目 你们将会获得丰富的回报 感谢各位的大理支持 我们以后再会